这是嘴炮康纳退役后 进入影视圈的首部作品 新威龙沙阵 故事讲述 作为UFC中量级冠军的男人 退役后在一家满是牛鬼蛇神的酒吧担任保镖 但他很快就发现 在这个热带天堂里 并非一切都是表面那样 故事开始 地下拳击场中 男人抡着沙包大的拳头 打得对手毫无还手之力 这已经是卡特的六连胜 裁判宣布着他的胜利 并询问龙外 谁将成为卡特七连胜的助力时 一个穿着连帽卫衣的男人走了进来 卡特正在中场休息 并不以为然 当男人脱下了卫衣 露出了他结实的肌肉后 卡特才正视了他 当卡特看清男人后 竟然直接要求裁判换对手 最终 卡特宁愿放弃巨额奖金 忍受着周围看热闹的人的嘲讽 也坚决地离开了笼中 道尔顿轻松地接过了裁判的奖金 便准备离开 却被愤怒的观众捅了一刀 然而在对上了她的眼神后 观众却被吓得跑路了 道尔顿悯声走向车子 拿出工具准备处理伤口时 一个女人主动上前搭话 她表示自己开海边餐馆 却总是被不速之客骚扰 于是便想找个保镖 有人推荐了卡特 然而女人见到 道尔顿只需让卡特知道自己是谁 就将她直接吓跑 便意识到道尔顿才是更为恐怖的存在 于是女人决定 以两万刀的薪资 聘用道尔顿一个月 来解决一些麻烦 然而道尔顿并没有直接答应 女老板求贤心切 见道尔顿准备离开时 主动留下了电话 希望道尔顿能够联系自己 然而道尔顿只是开车 驶向了一处空地 便开始休息 直到女警催促 她才动身 百无聊赖的道尔顿停到了铁轨上 准备迎接命运的火车 然而当她撇到 被自己随手丢在一旁的电话时 突然重拾了活下去的想法 第二天 她只能搭车来到了海岛 寻找老板弗兰基 道尔顿询问了热情的书店老板 得知了海边餐馆的位置后 便徒步赶了过来 越来越来越多了 老板弗兰基 道尔顿要了一杯咖啡后 在吧台上从白天坐到了黑夜 他目睹了酒鬼们打架斗殴 被其他酒保给劝阻后 便看到了一群骑着摩托的小混混闯进了餐厅中 带头的寸头摔东西搞破坏时 酒保想要劝说却被困住 道尔顿便清楚来活了 他笑着为酒保解围后 便静止地走向了混混门的爱车 混混们立刻紧张地跟了出去 确认附近不远处有医院后 道尔顿便在这片空地上 开始亲手教训起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混混 道尔顿将他们揍倒后 只是微微喘气 混混们却人均骨折 道尔顿出于人道主义 借了老板的车将混混们送进医院 护士误以为道尔顿是寻衅滋事的人 直接跟出医院谴责他 道尔顿只好停住脚步 表示打架只是自己作为保镖的责任 随后便准备离开 护士意识到自己误会了 便主动提出为道尔顿包扎一下 并给了他一些口服的抗生素 道尔顿离开医院时 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混混背后的大哥盯上了 海岛静谧的环境令道尔顿身心愉悦 他来到了临时居住的小船上 不禁回想起了自己曾经在UFC赛场的回忆 世界中量级的冠军赛现场上 道尔顿那时意气风发 因为服务员的突然拜访 激情的梦戛然而至 道尔顿失过早饭后来到了书店 想要借用一下电脑 热情的小店员叽叽喳喳的和他搭话 道尔顿只是笑而不语 突然小店员沉默了 面色凝住的拿起棒球棍 鼓起勇气驱赶着不远处的混混 本来在嬉笑的混混们 看到了尾随的道尔顿后 彻底怂了 道尔顿借用完电脑后便回到了饭店 他疑惑地询问老板弗兰基 是否开了这名大会 只因为这里的居民们太热情 人人都知道道尔顿的大名 还主动给他打招呼 弗兰基表示入乡随俗 这里的民风主打的就是一个热情 却也难免有些情绪激动的人 九宝比尔发现腰间藏刀的罪鬼 和其他顾客发生争执 便下意识地求助道尔顿 然而道尔顿观察了一会儿 便告诉九宝 只需要在男人持刀时后撤一大步 并一拳打在罪鬼的脸上 竟然真的揍到了对方 随后道尔顿收缴了罪鬼的刀具 便让比尔将这个违规的人 请出了饭店 道尔顿注意到了 上前帮助比尔的瑞夫后 主动询问了他原因 瑞夫表示自己讨厌恶霸 并且之前也练过拳击 便决定伸出援手 道尔顿赞同地点了点头 在他的调教下 比尔和瑞夫开始联手 得心应手地清理起饭店中 寻衅滋事的混混 道尔顿只是在一旁看着 对他们投来了赞赏的目光 然而该来的却躲不掉 道尔顿送走了一个罪鬼后 便发现不远处一堆 骑着摩托车的混混 正在伺机而动 他们察觉到道尔顿的目光 便转身离开了 混混们的狂妄 令道尔顿想起了自己年轻的时候 赛前挑衅对手 却在赛场上被揍得头破血流 道尔顿在下班时遭到了暗杀 一辆卡车急驰着冲向道尔顿 接着司机掉头退了回来 直接撞破了围栏 将道尔顿撞下了桥 早有准备的道尔顿掉进水中后 连忙向远处游去 躲开了掉下来的卡车 道尔顿狼狈的回到小船上 不料船中已经有人持枪等待着他 道尔顿表示 自己只是一个无名小卒 询问对方为何行事动众 下一秒便突然袭击 抢过了寸头的枪 并将他踹进了水中 道尔顿将寸头的枪丢掉后 便想要放过他 不料惊动了鳄鱼 却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黄毛被鳄鱼捕食 第二天 警察也找不到寸头的尸体 渔民向道尔顿解释 鳄鱼喜欢把食物藏起来 因此找不到尸体是正常的 道尔顿也通过他 得知了自己 可能因为妨碍了毒贩做生意 因此招惹到了他们 不久之后 就有人露出腰间的枪 以布兰特的名义 请道尔顿上车 道尔顿在男人掏枪时 掰断了对方的两根手指 并夺走了枪 布兰特得知此事后气愤不已 渔民猜得没错 道尔顿的确是阻碍了毒贩的生意 与此同时 嘴炮哥光着屁股从二楼跳了下来 准备林园购衣服时 接到了布兰特父亲的电话 因为布兰特太不成器 老父亲只好请了外援 嘴炮哥抢了衣服后 便赶往了支援的路上 此时正在和妹子乘坐摩托艇 来到海中间约会的道尔顿 还不知道自己的麻烦来了 然而当妹子询问起道尔顿的过往时 道尔顿却因为被触碰到了密林 立刻起身想要离开 并表示妹子是个好人 妹子却用热吻安抚了道尔顿 嘴炮哥飙车到达了海岛 他先整顿了一通布兰特 道尔顿结束约会后 却被警长约谈了 警长表示要将他送进监狱 直到妹子赶来 给了警长一巴掌 他将道尔顿带走后解释了原因 原来妹子是警长的女儿 显然俩人偷偷约会 惹得老丈人不开心了 道尔顿通过妹子了解到 警长竟然和毒贩勾结到了一起 于是妹子劝他尽早离开全胜而退 但是道尔顿并不准备逃离 他回到酒吧后 布兰特就找了过来 他渐渐地翻出了当初道尔顿对战好友的视频 终于揭开了他意志消沉的原因 曾经好胜心极强的道尔顿 一拳接着一拳 在赛场上打死了落败的好友 布兰特很好奇原因 道尔顿只是笑而不语 最终他自讨没趣地离开了 布兰特来到门外 吩咐等待着的嘴炮哥 给道尔顿一些教训 弗兰基跟着布兰特走了出来 连忙警告他不要胡作非为 却不知嘴炮哥已经带着高尔夫球杆 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 嘴炮哥辽妹打架两不误 在他的教唆下 酒吧开始了大混战 道尔顿彻底看不下去了 他缓缓地走到了嘴炮哥面前 用一击击重拳和他打招呼 两人拳拳倒肉不分伯仲 嘴炮哥带来的打手 帮忙困住了道尔顿 任由嘴炮哥肆意挥拳 九宝们见状 连忙将嘴炮哥也困住 方便睁开的道尔顿还击 最终双方都睁开了束缚 从屋内打到了屋外 道尔顿意言不发地起身离开了 富兰基回到饭店时 只觉得头都大了 原来布兰特找饭店麻烦 都是为了买这块地皮 周围的地皮已经被他全部买下 准备用来盖度假村 由于布兰特没钱了 他找道尚的人借了一些 如果还不上 布兰特也会有大麻烦 因此他迫不及待地 想要见度假村圈前 却因为没有搞定饭店的地皮 整个项目才被搁置 因此才会格外针对道尔顿 此时 无论弗兰基如何挽留 道尔顿都决定离开了 他的内心充满了恐惧 但是在道尔顿路过了 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书店门口时 却发现里面一片狼藉 一家人不知所踪 道尔顿经历过内心的挣扎后 他直接走到了布兰特的领地 原来道尔顿恐惧的是 被人渣激怒后 自己会控制不住自己 大开杀戮 曾经的他就是因为太过失控 才打死了朋友 道尔顿扑了个空 他通过布兰特的手下 询问出了布兰特的大概位置后 第二天他来到了海边 看到了警长的副手 正在运大量的钞票 道尔顿将对方打晕后 直接放跑了运钞票的船 警长得知此事后 直接找上了门 并用自己女儿的性命求情 如果钞票到不了布兰特手中 警长的女儿也会有危险 为了保护自己的妹子 道尔顿通过警长 得知了布兰特的下落 他按照约定时间 来到了和布兰特对接的地点 警长本以为是个骗局 一脸轻松的看热闹室 却得知了布兰特 竟然真的绑架了自己的女儿 气得立刻坐不住了 此时布兰特的手下举起了枪 警长见状只能被迫冷静下来 布兰特表示 只要道尔顿将钞票拿过来 自己便会放了他女儿 突然 他发现嘴炮哥也开着快艇赶了过来 布兰特让人阻止他登船时 道尔顿却送给了他一份大礼 直接引爆了快艇上装的炸药 船上的人都被炸弹的威力波及 道尔顿狼狈地爬了起来 只觉得头晕耳鸣 他克服身体的不适感 寻找起了妹子的身影 此时被关在船底的妹子 察觉到船体倾斜后 正在想办法打碎玻璃 道尔顿摸索到了船舱底部时 刚用身体撞开了门 从破碎的窗口逃了出来 道尔顿因为和布兰特的打手 缠斗在一起 分身乏术 他只好大声引导着妹子 往一旁的完好无损的快艇爬去 却不料布兰特已经等候再次 他再次劫持了妹子 嘴炮哥见到道尔顿在水中缠斗时 直接用自己的摩托艇 压过了道尔顿的头顶 道尔顿快速解决了打手后 翻身上了嘴炮哥的摩托艇 随后将他踹了下去 早有准备的嘴炮哥 由于拉着绳索 并没有被甩掉 道尔顿加速追上了布兰特 却不料布兰特直接用快艇 准备撞击摩托艇 好在妹子此时干扰了布兰特 让他短暂的失去了控制方向盘的机会 在快要撞击上快艇时 道尔顿直接翻身跳进了快艇上 道尔顿和布兰特缠斗在一起时 突然发现快艇快到岸了 此时嘴炮哥捡回了一条命 他爬到了桥上后 便随机拦截了一辆车 准备重回战场 此时道尔顿找到了布兰特 将他揍得连连求饶 却不料嘴炮哥直接开车闯了进来 俩人再次缠斗在了一起 开始了拳拳到肉的对抗 道尔顿有一瞬间的恍惚 仿佛回到了赛场 骗子 这个rus头 骗子 骗子 心 布兰特在此时爬了起来 要求嘴炮哥杀了道尔顿 却不料这触及了嘴炮哥的逆铃 道尔顿在这个时间恢复了一些状态 趁着嘴炮哥下死手时 道尔顿突然奋起反击 当妹子赶来时 地上只剩下了两具尸体 还有喘着粗气的道尔顿 警长及时出现 表示会为他善后 便让道尔顿离开了 最终道尔顿在等车时 和书店的小女孩告别 小女孩的父亲 看着突然多出来的一箱子钱 一脸不可置信地 看向了不远处的道尔顿 道尔顿只是回忆微笑 他选择了离开此地 深藏公寓名 老白孤身从巴黎远赴澳门 只为给女儿一家四口报仇血恨 几天前 女儿正在家里做饭 当时根本没想到 这是最后一次看到家人 丈夫带着儿子刚回家 连衣服都还没换好 就有杀手上门 丈夫内脏破碎 当场毙命 两个孩子也没保住 只有女儿侥幸活了下来 被紧急送进医院 老白得知消息 连夜从法国飞到澳门 看到女儿躺在病床上 奄奄一息 老白身上散发出无尽寒意 以前他是杀手 这些年刚洗白上岸开餐馆 手里攒了不少钱 就算轻家荡产 也要把女儿治好 可现在 女儿连话都说不成 只能靠动作交流 我只向每一个字母 如果你需要 就动下手指 比划了很久 老白大致了解事情经过 有三个陌生男人 突然闯进家里 女儿只来得及 打掉其中一名杀手的耳朵 自己身受重伤 丈夫和孩子全都被杀 看着已经变成 尸体的女婿和外孙 老白心里只有复仇二字 草草签字后 便去着手准备 本想指望澳门警方 但事实让他失望了 我们会从你女婿的工作 及他们夫妇认识的人中 得手进行调查 要多久 女警察的回答含糊不清 老白愤而起身 临走前 顺走了警方掌握的杀手资料 这是报仇的重要证据 由于老白曾经脑部受损 记忆力大减 生怕自己会忘记这件事 就在每张照片上 都写下复仇二字 这些照片 就像老白碎掉了心 直到铺满整个房间 夜晚的澳门依然灯红酒绿 无数人带着钞票 过来做翻本致富的美梦 这里有个地头蛇冯先生 视力很大 手下有很多杀手 有什么事阿鬼 找冯先生 见有钥匙商谈 大嫂拾气起身离开 只是冯先生 非要抓着大嫂 来个法式诗文 这一幕 让身旁的保镖 有些神色不善 其实冯先生明白 自己这个娇妻 和保镖有一腿 这次叫阿鬼来 就是替自己 解决这两个祸害 免得什么时候 被人家算计了 老白孤身在澳门 人生地不熟 转来转去 总也找不到去酒店的路 他这副尊容 一看就不好惹 路人也不敢搭茶 只有做皮肉生意的 赶上来拉客 老白推开这些红粉骷髅 上了一辆出租车 司机问他要去哪 老白想了半天 都没想起来 自己到底住哪家酒店 还得拿出房卡 才能记起来酒店名字 恰巧阿鬼也在这家酒店 执行任务 除了他之外 还有东管仔和肥雪一起 圆圆看着大嫂上了八楼 东管仔和肥雪立刻跟进 果然在楼上发现端倪 858 都到 肥雪故意撞到保洁 把东西撒一地 假装帮人家收拾 趁机摸走房卡 现在万事俱备 只差一枪 意乱情迷的大嫂 不知道这是她最后一次 颠乱捣缝 三兄弟从暗处走来 已经给手枪装好消音器 阿鬼和东管仔负责戒备 肥雪刷卡开门 听到里面那对男女的声音 确定没找错地方 悄悄用钢绳 把防盗链勾起来 完全没被大嫂发现 听到大嫂痛苦的声音 三兄弟用子弹 免费给大嫂超度 经过房间的老白 刚好听到这些细微枪声 他以前也是杀手 对这些声音极度敏感 本不想多事 但兄弟办完事 刚好出来碰到老白 尽管手里还拿着枪 出于一种男人间的信任 和同行的直觉 互相没有为难 转身就走 这不是三兄弟第一次杀人 老练的收拾着刚才的装备 直到肥雪 仰手扔到桥下 才算万事大吉 等到警方赶到的时候 大嫂都凉了 带走所有客人记录 和闭录电视记录 有个客人说 见过一个可疑男人 脸上有疤的 判断是王督察负责死事 老白竟然主动申请 到警局指认凶手 可隔着玻璃 明明就看到东管仔在眼前 老白却谎称 这几人里没有凶手 不知道他打的什么鬼主意 东管仔一走出警局 老白就尾随身后 阿鬼和肥雪 看到老白出现心生警觉 东管仔也不说话 故意把老白引上地下通道 东管忽明忽暗 没有一个路人 只是默默往前走 直到老白 为三兄弟呈三点式包围 才终于说出自己的目的 你想干什么 想给你们介绍点活 其实老白去警局指认凶手 就是想借机引出三兄弟 那些作案的人 肯定是地头蛇 他一个人在澳门没有帮手 想报仇比登天还难 女儿女婿和两个外孙 一家四口不能白死 老白用重金 请三兄弟帮帮自己 除了钱和手表 老白在巴黎还有餐厅和房产 随时都能变现 只要能报仇 他答应可以全都分给三兄弟 老白对凶手了解的很有限 再加上是个外国人 报仇的是 更多时候还要靠三兄弟去找线索 不准拍照 我是为了记住你们 老白的记忆力一天比一天差 只能依靠照片 才能确定三兄弟是有非敌 等女儿的情况稳定下来 老白决定 把女儿转到巴黎的医院治疗 自己要留下来开始复仇计划 一个金发碧眼 曾经当过杀手的大鼻子老外 三个样貌各异的本地杀手 四个人暂时组成组合 来到老白女儿家 通过对现场细节观察 很快还原出事情经过 那三个凶手打死女婿后 有所停顿 女儿趁机带着两个孩子躲到楼上 悄悄把孩子藏在衣橱里 立刻找枪准备防御 可对方毕竟是专业的 女儿听到声音 只来得及打碎其中一人耳朵 就已经身中树枪倒地不起 眼睁睁看着三个凶手 杀掉衣橱里的孩子 怎么办 他们看到你的样子 你说怎么办 阿鬼随手捡起相册 了解老白女儿家的往事 老白则忙着收拾着 家里为数不多的食物 毕竟是在法国开餐厅的人 很快就给三兄弟做好一桌大餐 凶手是三个人 其中一个以左脚为重心 应该是用左手拿枪 一个用散弹枪 一个用来福枪 得知其中一个杀手已经被打掉耳朵 三兄弟觉得 这应该是个突破口 准备回去就开始着手找人 可老白却说 自己也需要一把枪 你也懂得开枪吗 维旋拿出枪卸掉弹架 给老白递过去 老白一上手把玩 就看出枪的弹簧有点松 东管仔不服 又递过一把枪蒙上眼睛 表示要和老白比一比 谁组装枪的速度更快 手枪的零部件不算多 但要蒙眼现实组装 也不那么容易 比赛结果就是东管仔还没摸索完 老白已经顺利组装完成 其实上次用枪已经是20年前的事 老白的专业素质 赢得三兄弟一致好评 果然 一个不会开枪的厨师 不是一个好杀手 既然老白要枪 阿鬼就去找表哥 别看表哥在垃圾场工作不体面 这里的好东西还真不少 听到阿鬼想要沙漠之音 表哥二话不说 就从冰箱里翻出一把 老白切过去颠颠重量 感觉还不错 自行车被打得支离破碎 阿鬼好像突然想到什么 问表哥知不知道 父亲的人谁颤肠用短款来扶枪 说来也巧 表哥去年还真改装过一支来扶枪 而且依稀记得那些人在香港渔市有几个摊位 表哥带人真是没话说 可惜在路上的时候 老白记忆力已经再次出现衰减 要反复看三兄弟的照片 才能记起来这是自己人 澳门和香港不算太远 坐船一个多小时足够 人生地不熟总要低调点 四人已经到了海鲜一条街 其他人留在原地待命 阿鬼和东管仔先进去摸摸情况 进去以后才发现 这里的摊位实在太多 一时半会儿 想找出来谁是凶手也不那么容易 还好有那个被打掉的耳朵当线索 还真发现一个疑似凶手的家伙 而且看到他和另外几人 穿着同样颜色的衣服 应该没错 这就是凶手 你要记住那个耳朵上贴着绷带的 还有那边拿着胶带的 另外一个 现在不在这 既然已经找到仇人 老白当即宣布财产归属 自己在巴黎香榭丽社大街 那间名为兄弟的餐厅 还有自己的一处房子 现在全都属于三兄弟 大概这就是命运的安排 三兄弟认识了一个 脑子不太灵光的外国兄弟 这个兄弟用兄弟餐厅做筹码 要三兄弟帮忙杀了另外三兄弟 一直等到下班 看着两个凶手离开海鲜一条街 四人猜测 他们两个会去找第三个凶手 汽车一路紧紧跟 终于开到郊外的野餐营地 看到三个凶手全都出现 四人面带杀气走过去 三个凶手一看就明白 是仇家来寻仇 但江湖规矩 私人恩怨不得涉及家人 现在有妻儿老小在场 双方都没急着动手 老白只能先让几个凶手 再多活几个钟头 私人暂时走到树林边缘守着 远远看着他们三家人烧烤野餐 如果不是他们的话 老白也可以像这样享受天伦之乐 命运就像这个飞盘在不断轮回 当初亲手毁了别人家庭的人 现在就要面对人家的疯狂报复 看似风轻云淡的交谈 实则一个盯一个 双方都极度戒备 可这三个凶手很有职业道德 怎么都不肯说出幕后主使 既然这样 那就看看谁的命更硬 杀手之间的恩怨 没必要让家人看到 他们要等小孩子离开才会动手 给凶手留个交代后事的时间 对了老公啊 你没认识的 几个老同行打个招呼而已了 女儿我帮你好 小孩子天真 不懂大人世界的人情世故 还端来几盘吃的给四人分享 肥雪老早就饿了 巴不得马上开饭 但老白一口都不肯吃 这是杀害女儿一家的凶手做的饭 他死都不会吃的 一直等到月上流烧头 凶手家眷终于要回家休息 三个凶手借口与朋友叙旧 留在野餐营地 没有妻儿老小在 双方尽可放手一搏 成与败只在一瞬间 杀手之间叙旧的唯一方式就是子弹 四对三的局面 很快就把凶手逼进林子里 树是天然掩体 双方开始陷入胶着 此时乌云遮月 四周漆黑一片 只能模糊看到周围模糊的人影和枪火 闪出点点亮光 老白站在原地静等时机 终于 浩月再度高悬夜空 可老白的记忆又开始丢失 老白一时间忘记对方身份 本该稳赢的局面 就这样错过最佳开枪时机 三个凶手逃走 老白身受重伤 肥雪的屁股也中了一枪 兄弟三人只能先带老白回去急救 条件有限 只用最原始的麻醉和消毒 四个人全部中弹 只有老白是要害部位 其实很久以前 他也有一次中枪 比现在还严重 也正是因为那次子弹留在大脑里取不出来 才导致现在不断的丧失记忆 连老白自己也不知道 脑子会在什么时候变成空白 他只想趁着记忆没完全消失的时候完成复仇 除了没有酒精 手术刀也没有 只能用美工刀 消消毒就划开伤口取子弹 疼也没办法 忍忍就过去了 你们要记得提醒我 给你们钱 三兄弟刚做完手术 冯先生就打来电话 说有三个手被人袭击受了重伤 而且袭击他们的四个人里 其中还有个外国人 听到这里 三兄弟才明白 原来就是冯先生 派三个凶手杀了老白一家 反正事情都搞成这样了 干脆斩草除根 免得以后再被人家找上门寻仇 三兄弟暂时把不懂事的老白撇在家里 去了一家杀手们常去的黑诊所 谁啊 冯先生让我们来的 轻功弹夹先下手再说 门锁被打坏 三兄弟慢慢进来 对着倒地不起的杀手 补两枪免留后患 至于还在做手术的那个 下场也一样 请问有没有潘尼西林 杀了三个凶手 也正式宣告和冯先生决裂 其实整件事还是因为钱 老白女婿想报警 揭穿冯先生的账目问题 于是冯先生就派凶手 去杀老白女儿全家 当时交代只能杀大人 后来凶手自作主张 把一家四口全部灭掉 再后来就搞成现在这样 不管怎么说 仇已经结下 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出来混这么多年 彼此也都了解对方是什么人 冯先生知道三兄弟的本事 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干脆就撕破脸大搞一场 这三个人杀了你女儿全家 我们已经帮你解决了 现在我们是好朋友 三兄弟没因为老白记忆受损就忽悠他 一五一十的把所有事情和盘拖出 不厌其烦的给老白讲解 还答应一定会干掉冯先生帮他报仇 夜深了 外面开始大雨 冯先生的杀手很快将这里包围 还好四人激进早就留之打击 雨天是刺杀和反刺杀的最好时机 对方人多不能硬拼 三兄弟凭借地形优势 带着老白且战且退 不好意思大神 本来从楼上跳下逃走就能保住一命 可事情坏就坏在 老白的病又发作了 没来得及跟上大部队撤退 现在脑子里的记忆又少一部分 而且街上人还那么多 老白一时有些搞不清状况 而且也看不到三兄弟在哪 等发现老白没跟上来已经晚了 老白呢 跟着你的吗 老白拿出三兄弟照片一个个对照 来来往往那么多路人 没一个对得上 等三兄弟找到他时 大家浑身都已经湿透 不管怎么说 人没事就好 可惜表哥就没那么好运了 表嫂已经被打死 表哥只剩最后一口气 阿鬼联系不上表哥 猜测一定是冯先生干的 现在必须回澳门一趟 虽然老白已经傻到 连女儿一家都不记得 也忘了自己要复仇的事 但三兄弟收了钱就决定办事 还要飘飘亮亮替老白把事情办好 老白现在是指望不上了 而且带着他行动还是个拖累 只能先把他安置在后方 这里是三兄弟的后勤基地 小叶带着一群早就失去父母的孤儿生活在这里 和三兄弟不是亲人 但彼此之间比亲人还轻 我们要离开几天 帮我看着他 别让他走丢了 太有病了 脑袋里面有颗子弹 这么酷 看着老白和孩子们玩得开心 三兄弟有些恍惚 如果一个人已经失去所有记忆 他的仇恨是否还会存在 如果给老白一次选择的机会 他会不会选择忘掉一切 包括复仇 但世上没有如果 就算老白会遗忘 三兄弟也不会 既然答应了人家 就要复仇到底 老白忘掉的仇恨会由他们代替完成 匆匆赶到表哥的垃圾场 表嫂已经没救了 表哥被吊起来只剩一口气 但完全没有怨言 还口口声声叫阿鬼好兄弟 表哥把所有枪和子弹都藏在家具里 长枪短枪一应俱全 应该足够三兄弟用 交代完枪的藏身处 表哥就咽气了 直到临死那一刻 他都没有对阿鬼有任何怨言 时间不多 三兄弟很快收拾好表哥留下的枪 东管仔对着子弹轻轻一吻 转头却发现远处不太对劲 几十个垃圾包从四面八方滚过来 后面全是杀手 三兄弟也用垃圾包当掩体慢慢走过去 双方大战一触即发 三兄弟背靠背 360度攻击敌人 打到最后所有手枪子弹都已经清空 谁都知道 这次肯定是逃不掉了 索性玩个痛快 掏出长枪冲入敌阵 明知是死也必须赶出手 只要不认怂 就算到死那一刻都会面带微笑 几天后 垃圾场枪战上了新闻头条 小叶失声痛哭 孩子们也大概明白发生了什么 只有老白还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甚至已经不记得自己和三兄弟认识 现在已经不只是老白报仇那么简单 小叶决定干掉冯先生 把老白和三兄弟的仇一起报 老白就算脑子里还是一片空白 听完这件事仍然跪在海边 祈求老天爷能帮帮他 就这样不管朝涨朝落 整整在海边跪了一天一夜 睁开眼那一刹那 仿佛看到很多熟面孔 三兄弟和表哥表嫂 还有女儿一家朝他走来 甚至仿佛看到女儿在对自己微笑 是时候行动了 但现在老白只有一把枪 对方有枪有人还有势力 不能强攻只能智取 天一亮 小叶就扮成贵妇坐在冯先生隔壁 冒险使用美人计勾引冯先生上钩 先生请买只旗吧 好 先生请买只旗吧 先生请买只旗吧 孩子们以买旗为名 在冯先生身上粘了很多贴纸 所谓买旗 就是一种慈善机构筹款的方式 当着小叶的面 冯先生当然乐意做好事 不然怎么逗美人开心 直到亲眼看见 他外套上被沾满贴纸 小叶和孩子们才满意离开 老白还在车里抱孩子 小叶告诉他 身上粘有这种贴纸的就是仇人 而其中贴纸最多的人就是冯先生 谢谢 你小心点 再见 小叶能做的事情只有这么多 他肚子里还怀着孩子 杀人的事只能老白亲自去 杀手和普通人不一样 身形和眼神都可以伪装 只有身上那股杀意是藏不住的 老白一出现 冯先生就发现情况不对 虽然不认识人 但老白认识贴纸 要不是跑得快 当时就能复仇成功 可惜只能在冯先生大衣上留下弹孔 你妈的 敢动我 动他妈的 走 老白知道自己脑子的问题 干脆不管别人 只打身上沾有贴纸的人 可也因为他记忆丧失的缘故 过马路时被车撞倒 好不容易从地上起来 整个人竟然又开始发病 浑浑噩噩走在街上 只记得要复仇 却总是想不起来 要找谁复仇 在暗处看到老白的样子 冯先生突然有些明白 自己为何会被沾上贴纸 随手揪下几张贴到手下身上 果然测试出原因所在 已经反应过来的冯先生 当场脱掉大衣扔掉 等老白追过来时 地上只剩一件衣服 一个人都没追到 老白的意识再次恍惚 举着枪漫无目的地在街头躲步 寻找那个已经并不存在于 自己脑子里的仇人 冯先生的手下就埋伏在车后 多年的杀手本能救了老白一命 冯先生暗杀失败 老白的精神也开始好转 他开始懂得用大衣上的弹孔 对比身份来确认死者 是否是冯先生本人 看到老白脑子又开始清醒 冯先生后背发凉 现在他枪里还有两颗子弹 只能赌一把 摸摸自己身上再也没有贴纸 把枪别在后腰 装作人畜无害的样子走过来 大模大样在老白面前走过 可惜他摆密一书 忘了领带上还粘有贴纸 老白逼着冯先生穿上大衣 对比弹孔果然一模一样 大仇一爆 老白突然又开始迷茫 不知道自己是谁 不知道在干什么 好在总算记得小叶家在哪 现在的他除了身形高大 心智和这些孩子差不多 也许再也不会想起那些 让他痛苦的事 人要是没有了记忆 不知道是福是祸 曾经周星驰在电影里 借角色的口说过 不记得了也好 忘却也是一种幸福 但有些事 就算你能忘记 你能放下 好朋友还是会默默 帮你做好一切 东莞仔 肥雪和阿鬼 只和老白认识不到一周 连熟人都算不上 就敢答应帮人家复仇 最初是为了钱 可后来就是一种 无理由的信任 那种信任足以超越一切 这就是杜琪峰电影的江湖 兄弟情义 不在刀光剑影里 侠肝易胆 甚至连句承诺都不用 只要你说 只要我答应 风里雨里也等你 刀山火海也帮你 做兄弟就是在心中 表哥为了帮阿鬼 一家惨死都没有怨言 三兄弟为了帮老白 明知是死也一往无前 扑倒在垃圾场的那一刻 脸上甚至还带着笑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但总有些人 天生血里有风 那种感觉很不真实 但是很美 有着地狱老爹之称的黑道皇帝李叔叔 在明天就会执行死刑 警长特意过来送他最后一程 然而李叔叔一点也不慌 甚至有点想笑 因为他的小弟 已经悄悄拿起了匕首 李叔叔趁混乱抓住了警长 尽管监狱外已经聚集了大批警察 但李叔叔并不在意 他早就计划好了一切 囚犯们操起地上的武器 瞬间变成了不折不扣的亡命之徒 当李叔叔推开门 双方都已经伤亡惨重 李叔叔就这样光明正大的走出了监狱 与此同时 一个老渔民在海边 发现了昏死过去的小马 赶紧将他送到医院 在美女医生的悉心照料下 昏迷两个月后的小马终于醒来 此时的他头痛一裂 小马完全不记得任何事情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头上的疤痕清晰可见 他努力回想发生的一切 可却什么都记不起来 随后医生给小马做了核磁共振 发现他的脑袋曾经遭遇过枪伤 可能这就是他失忆的原因 为了帮助小马恢复记忆 医生带他来到出师的海边 另一边 出狱的李叔叔碰到了 曾经的合作伙伴来找查 李叔叔可是一点也不慌 虽然他只带了两名手下 可他们的实力不是这群小楼楼能比的 门外的甩棍哥已经开始了行动 我应该 字幕制作人 记忆 李叔叔 李叔叔 李ech 李微 李 罗 李 李叔叔身边的刀姐也马上行动 很快只剩下对方的老大一人 一旁的大军已经吓傻了 原来身为地头蛇的大军 在不久前看到小马没死 被送进了医院 李叔叔听后大为震惊 原来小马是他手下的王牌杀手 因不服管教被刀姐强杀 没想到对方命大竟然没死 刀姐听后也是一脸的难以置信 李叔叔饶了大军一条小命 但他必须去医院 核实小马的身份并抓住他 很快大军来到医院治疗耳朵 顺便打探小马的下落 医生一句话也没说 就在大军准备动促时 大军当场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 这段时间以来 医生无微不至的照顾 让小马对他健身倾诉 医生承诺 会带他到大城市雅加达 那里的医疗条件更好 一定会帮他取出脑袋里面的蛋壳 然而俩人还没来得及动身 不甘的大军带着手下再次卷土重来 他们盯上了医生独自乘坐的大巴车 危难之间 医生快速打电话给小马 将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 可话还没说完 当小马骑着摩托 姗姗来迟时 看到的只是满是弹孔的大巴车 车上一副人间炼狱 血腥味浓郁的让人作呕 本以为医生已经遇难 可他一番查找并没有发现医生的尸体 突然负责蹲守现场的歹徒出现了 谁啊? 我只是找我的朋友 感谢− Ultra 收莲 GT 就在小马以为安全时 却被人从背后突然袭击 医生这边暂时也是安全的 他和小女孩被李叔叔的人一起抓了当人质 目的就是为了引小马现身 那这样的话 大军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 等小马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身处警察局 小马一脸懵逼的解释 自己才是受害者 他是为了找到女友医生才上了大巴车 原来警长一直在调查李叔叔 他早就查到小马是李叔叔的手下 所以认为大巴车事件是李叔叔派小马所为 但他并不知道 小马此时已经失忆 与此同时 刀姐在医生身上找到了小马的片子 立刻将这件事报告给了李叔叔 几人也由此确定 他们一直在找的人正是小马 于是李叔叔立刻安排两名杀手 前往警局完成铲除小马的任务 这边警长还在审问小马 突然灯光熄灭 外面传来几声枪响 警长举枪戒备 随后杀手缓缓走到小马面前 惊魂未定 一颗手雷再次袭来 断枪解决完外面的四名杀手 新的危机再次到来 胖子走后 瘦子开始搜索小马的身影 小马则悄悄出现在他身后 小马则悄出现在他身后 小马不敌 只能再次躲了起来 然而战斗还没有结束 胖子已经纹身赶来 搞了 北斗 subtract 老鼻子 红 臣 说 就在小马准备痛下杀手时 脑海中残破的画面再次涌现 原来胖子和瘦子曾经也是和他一起长大的好兄弟 但今天却又手足相残 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那个黑道皇帝李叔叔 此时李叔叔正好给胖子打来电话 这句话让李叔叔知道自己的两个手下已死 愤怒的他当即给小马发去定位 为了心爱的医生女友 小马带上装备直身向目的地而去 一路上他碰到李叔叔安排的各种堵截 小马的恐怖实力让李叔叔感到些许恐慌 于是他派出手底下的王牌杀手甩棍哥 前去狙杀小马 作为曾经的兄弟 甩棍哥并不想下杀手 可小马并没有接受他的好意 因为医生女友还在地方的老巢 话不投机半句多 李然弗 che 在这一场创不出现 了一场创不出现 这场创不出现 这场创不出现 此时李表不说 是我们再次做到两场创不出现 这场创不出现 他们还会说 他们不在这个创不出现 我用这个创不出现 他们的创不出现 这一重击让甩棍哥有些迷茫 没想到这一下居然是致命伤害 于是步履蹒跚地朝步远处走去 等小马找到他的时候 甩棍哥已经一命呜呼 此时刀姐伤到 但转眼被小马制服 他只想早点找到女友 不想再造任何杀戮 刀姐却在这时打起了感情牌 趁小马分神时 摆脱了他的束缚 小马无意伤害刀姐 但对方却一直咄咄逼人 小马一击泰拳地贴膝盖 瞬间让刀姐失去了战斗力 接着小马迅速捡起了匕首 可刀姐却趁其不备掏出了手枪 然而他却并无杀害小马之意 之前被李叔叔逼迫向小马开枪 一直是他心中的痛 于是他朝着空气连开竖枪 这一举动却让小马本能地给了刀姐一刀 小马不可置信地看着刀姐死在自己怀里 他后悔不已 可这一切又是谁的错 怪只能怪那个魔鬼般的养父 原来小马与胖哥 瘦子 甩棍哥 刀姐 都是从小玩到大的好兄弟 曾经他们被李叔买下 优胜劣汰 适者生存 没能力地当场死去 有能力地留下来继续训练 直到他们被训练成如柜子手一般的杀手 从此为他卖命 如今自己亲手要了兄弟的命 于是小马拨通了李叔叔的电话 与此同时 一名堪压医生的歹徒 看上了医生的美色 可他图谋不轨前 却大意地放下了枪 这让医生抓住了机会 医生带着女孩一路大逃杀 直到打完了子弹 被堵在了墙角 危急时刻 小马及时杀到 可医生因为惊吓过度 不再相信任何人 他认为小马跟这些人是一伙的 小马没有否认 事实上 他确实跟这些杀戮机器没有分别 这句话终于让医生放下了戒备 两人紧紧相拥 可下一秒 终极大boss李叔叔却出现了 让小马没想到的是 一直让人保护的李叔叔 居然是个绝世高手 居然是个绝世高手 超高小的 Fuck the rem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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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ck the fish Fuck the lark Fuck the lark Tick the fud Fuck the lark Tick the lark Fuck the lark Methe Tick the lark Tick the lark 小马很快被打的失去了战斗力 接下来开始了反派死于话多的情节 李叔叔开始数落小马的背叛 这也给了小马喘息的时间 李叔叔趁着小马伤重倒地不起赶紧开溜 小马健壮急忙追了出去 幸好医生在最后关头救下了小马 最终小马因为伤势过重被送进了ICU 医生不顾自己的伤势 每天都在病房陪着小马 和他说话畅想美好的未来 在一生爱的召唤下 昏迷许久的小马终于醒来 爆头由突袭系列的主角 伊科乌艾斯 外加突袭二里的人气组合 锤子妹和棒球哥主演 两人到了爆头里则化身为刀姐和甩棍哥 一样那么靓女靓仔 很多人都说爆头是在山寨突袭 可是个人觉得导演莫兄弟 这两个印尼B级片的恐怖大拿 还是交出了一份极具个人风格的动作片 虽然爆头动作场面远没有突袭玩的溜 但丧心病狂好浪漫 过火夸张到毫无必要的血浆暴力 外加男女主角 简单幼稚到仿佛童话一般的感情戏 还有师徒兄弟之间 一根筋漫画式的江湖纠结与背叛 让整部片子充斥着一种天真孩子气的恶趣味 综上所述 爆头并非一部老少前仪的动作片 而更像一部进阶过火的山寨之作 但对于爱好恶趣味的类型片影迷来说 它的缺点恰好是它的优点 反正我喜欢 喜欢动作片的朋友不妨点个订阅 每天带给你不一样的视觉盛宴